论第三种人 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 却还是自由的 因为他绝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 但在第三种人 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 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预感 左翼文坛要说 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代表了这一种 第三种人来名不平的 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 苏问先生的文章 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 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 而一非中立 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 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左 第三种人又要左而不敢 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 然而文艺据说 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 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 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做了 因为作家在未做之前就有了被骂的预感 我相信这种预感是会有的 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 我也相信作者所说 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辨的作家 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 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 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 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文先生所说 有左而不左的 并且还有有左而右 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房的老板 抵挡的探子的 然而这些讨厌了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 所移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 不但存在还在发展 克服自己的坏处 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 苏文先生问过 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吗 回答是 是的 还要克服下去 三十年也说不定 然而一面克服着 一面进军着 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 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 但是 苏文先生说过笑话 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 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 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 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 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 现在非常寥寥 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 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 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 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 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 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 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 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 唐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 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吗 我想 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 又只从坏处着想 那是有这可能的 也可以想的比这还要坏 不过我以为 这种预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 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问先生的第三种人 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割笔了 未曾深厉仅仅因为新造的幻影而割笔 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 两个爱人 有因为预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吗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割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 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 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 各与不各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 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 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 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新造的幻影 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 要离开地球一样 他离不开焦躁着 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 是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 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 苏文先生就先在预料阶级的批评了 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厉害 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 苏文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 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 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 他在创作超阶级的 为将来的作品之前 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却是一种苦境 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时有而来的 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 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 何况作品 但苏文先生却又新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 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 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 都推给他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 连环图画唱本 然而也不到苏文先生所断定那样的美出息 左翼也要托尔斯泰 弗洛培尔 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洛培尔 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 将来是现在的将来 于现在有意义 才于将来会有意义 尤其是托尔斯泰 他写些小故事给东民看 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 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 终于不能使他戈壁 左翼虽然诚如苏文先生所说 不至于蠢道 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 产生不出弗洛培尔来 但却以为可以产出 逆开朗盖罗 达文西那样伟大的画手 而且我相信 从唱本说书里 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 现在提起密开朗盖罗门的话来 谁也没有非议了 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 旧约的连环图画吗 而且是为了那时的 显在的 总阔期来说 苏文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 与其欺骗 与其做冒牌货 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 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 才会有工作的勇气 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文先生又说 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 却又因为预感了不祥执照 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戈壁了 怎么办呢 10月1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1月1日 上海现代第二卷 第一期